以軍部署鴻海艦艇沙地和也門交火 悼念李克強引北京震怒 安徽省委被嚴厲批評 挑釁北京日本首次軍事援助菲律賓 上海萬聖節民眾Crossplay奉時局 要問我是黃庸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詳細內容 目前中東戰火正在蔓延 曾經為以色列攔截過 也門湖塞武裝發射的巡航導彈的沙地 也和也門湖塞組織駁火 以色列宣布向紅海部署導彈艦艇 應付親哈馬斯組織襲擊 而美軍在以色列的地面突擊隊 正在協助加緊尋找 被哈馬斯綁架到加沙的人士位置 美國警告哈馬斯的攻擊 鼓勵了全世界的恐怖組織 也門的湖塞武裝組織 曾經在14日 向以色列發射了4枚飛彈 和15架無人機 受到美軍驅逐艦卡尼號的攔截 而沙地也參與攔截了其中一枚巡航導彈 令也門湖塞組織魯修成路 在加沙和伊朗恢復外交關係後 沙地迅速推動也門永久停火 曾經一度撲滅了戰火 但是現在以巴衝突 令沙地和湖塞武裝之間的戰火死灰復然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 沙地阿拉伯4名軍人 在與也門接壤的吉祭省 和湖塞武裝戰鬥中死亡 隨後沙地軍隊進入加強備戰狀態 同時 也門另一個反政府武裝組織青聯運動 星期二、31日 也正式向以色列宣戰 警告戰火將會進一步擴大 幾天來已經發動了三輪攻擊 31日的攻擊行動受到以色列防空系統攔截 以色列軍方11月1日宣布 以軍當日會在紅海部署導彈艦艇 增援應付親哈馬斯組織的襲擊 鄰近紅海的以色列南端城市 埃拉特10月31日響起空襲警報 以色列軍方通報 說攔截了一枚由紅海地區 向以色列領土發射的導彈 也門湖塞武裝說要報復以軍 對哈馬斯的戰爭行動 中央研會繼續使用導彈同無人機 襲擊以色列 直至以色列停止反擊 而路透社1日通報說 以色列海軍的薩爾營護衛艦 似乎已經在紅海的 埃拉特港附近巡邏 以色列軍方一直沒有停止過行動 10月31日 加沙走廊最大的難民營發生爆炸 說房屋被移為平地 幾百人被送往醫院 哈馬斯領導的衛生當局 將爆炸歸因於以色列的空襲 以色列反擊說 空襲擊被一名主導大屠殺的哈馬斯 賈巴里亞營的指揮官比亞利 他負責向以色列 派遣烏克巴恐怖分子 是發動10月7日襲擊的領導人之一 而且這個人 立場在難民營的平民之中 五角大樓發言人 萊特將軍星期二表示 以色列軍方 不像哈馬斯般故意針對平民 五角大樓關心平民傷亡 我們已經公開和私底下明確表示 我們對保護無辜生命 以及尊重戰爭法的關注 白宮表示 已經看到有跡象顯示以色列正在努力保護平民 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表示 賈巴里亞難民營襲擊造成的死亡都是悲劇 重申美國將繼續和以色列人合作 尊重人的生命 並盡力限制平民傷亡 而哈馬斯政治局副主席馬祖克公開表示 加沙地道是哈馬斯的戰場 保護加沙平民是聯合國的責任 而外之意即是保護平民的生死 不是哈馬斯的責任 在社交媒體一位阿拉伯人士問 為何哈馬斯在加沙地底 修建了幾百公里長的地道 卻沒有一個提供給平民使用的防空洞 無論該地區發生什麼值得譴責的事 尤其是殺害兒童和無辜民眾的行為 我們都應該苦心自問 哈馬斯在加沙地底 修建了幾百公里長的地道 但卻沒有一個提供給平民使用的防空洞 他的動機何在 美國五角大樓最高特種作戰政策官員 10月31日證實 美軍在以色列的地面突擊隊 正協助尋找7號 被哈馬斯綁架到加沙的人治位置 助理國防部長梅爾 在華府一個特種作戰會議說明 正在協助以色列做很多事 幫他們確認人質 包括美國人質 他拒絕透露 目前有多少特種部隊隊員在以色列 但其他美國官員披露 國防部近幾天以來派出幾十人 而且7號當日 已經有一支小隊在以色列境內 接受哈馬斯突擊前就規劃好的訓練 隊員將會和聯邦調查局 FBI 國務院和其他美國政府人質談判專家 一起 和以色列討論加沙未來 將會發生的一場非常複雜的戰鬥 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三位高級官員日前發出警告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攻擊 震撼了全球恐怖主義格局 激勵了不同的恐怖組織 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認為 艾爾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 正在積極利用攻擊和相關影響 增加他們的人數 並且可能激發針對美國的攻擊 美國需要警戒 其中一年來 大量中國民眾 前往安徽合肥的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故居悼念 鮮花堆滿了整條街 在安徽定遠的李克強總屋外面 民眾悼念的菊花也擺成一片花海 這些消息傳出後 在國內甚至國際造成不少影響 對李克強的悼念潮令北京高層震露 安徽省委被嚴厲批評 省委書記可能要下台 11月1日 杜立時視評論人士蔡慎坤 在X平台發表了兩張截圖 其中一張截圖顯示 聽說中央對安徽省委作出嚴厲批評 300萬人去獻花悼念 可能安徽省委書記要下台 另一張截圖顯示 中共已經對李克強的悼念活動加強管控 說接到退離憂教育工作者協會通知 各單位一定要按照黨中央 統一的治喪悼念安排 表達哀思之情 絕對不准許又和中共不同聲音發出 各單位要管好自己的人 管好自己的陣地 特別是退憂幹部職工的網絡言行 中國各地民眾自發悼念李克強的活動 依然在延續中 31日現場有人在網絡發消息說 合肥來自其他省份的人民 紛紛到場獻花悼念李克強 人太多了 有官方背景的藍衣人等難都難不住 時事評論人士顏純歐認為 現在習近平最難辦的不想事件擴大 又不能出動警察干預 不出手鎮壓 社會情緒具高度傳染性 事態有可能蔓延 社會問題太多 民眾乘機發洩 可能釀成大禍 但是若干預的話 就可能起反作用 激起更多的民間不滿 那時釀成更大的風潮 李克強的死 會不會引爆社會危機 就視乎造就社會危機的全部因素 是否足夠 火候未到 李克強的死 只是另一個激化民間情緒的出口 總清算 還要等下一隻黑天鵝 但是我們越來越有機會 親眼目睹這個改變中國命運的巨變 隨著中共加強南海等地的軍事活動 日本盼望提升菲律賓的軍事能力 來改善日本的保安環境 因此正在評估手道適用的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加強支援 向志同道合的夥伴國家提供防衛裝備 11月1日 日本政府最高發言人松野博一表示 日本對菲律賓的安全援助計劃 已經進入最後協商階段 意味著日本將會協助菲律賓擴大威懾力 建立准盟國關係 共同應付中共威脅 11月3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將會出訪菲律賓 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期間將會會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 雙方可能進一步 為軍事援助計劃奠定基礎 這項被稱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加強支援 的軍事援助計劃 目的是向志同道合的夥伴國家 提供海岸監視雷達等器材和防衛設備 來防止單方面用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 確保印太地區和平穩定 東京已經選定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和菲製 作為2023年財政年度的授援國 預計很快便可以確定日本 將會向菲律賓提供哪些設備 以及雙方何時會正式簽署協議 此外 預計兩國領導人 將會正式啟動互惠准入協議 這樣可以簡化雙方部隊和裝備 進入對方國家的程序 令聯合演習更便利 由於外界多數將該協議 視為準同盟的防衛合作 如果談判成功 菲律賓將會成為第三個 和日本簽訂RAA的國家 之前 東京只是和英國、澳洲簽訂了這類協議 分析人士認為 日本和菲律賓之間的互惠准入協議 可以加強美、日非三國的同盟關係 有效押止中共在南海的活動 日本和菲律賓分別在東海和南海 面臨不來自中共的海上挑戰 年一來 中國摩都上海的街頭 聚集了大量化妝遊行的年輕人 有不少所辦的形象 疑似是封刺時局 被受關注 31日 警方以客流量過大風路 宣布風路清場 在西方的萬聖節前夕 上海迪士尼 巨綠路、文庫路 和長樂路等 成為cosplay 角色扮演的海洋 明星名人、蝙蝠俠、蔡英文、核酸檢測者、打工仔 各種角色紛紛登場 一些年輕人的扮相 影射了中國經濟的現狀 股市的一路下滑 找工的艱難、法律的不公 過去三年痛苦的防疫經歷 戴白做核酸 無疑成為一個最Hit Cosplay對象 但有些很快就被警察光顧 還有一個人扮成鼠鴨 幫大家做核酸檢測 民眾通過舉牌 Cosplay進行各種諷刺 舉著雖遠必珠 諷刺不驚 變身攝影鏡頭 影射中國系監控大國 化身情蝶衣 影射文革 小紅和禁止倒流 周宜似是影射習近平 還有人在身上 貼上多張白紙 影射白紙運動 上海萬聖節最先引發關注的是 10月28日晚 一名女子Cosplay 辦成桑禮祭殿花圈 而旁邊的一名男子 就發生成為標語桿 上面還寫著 我在上海 好想你死 由於當時傳出中共前總理 李克強離奇去世 好想你死 被認為有所影射 這兩個Cosplay人士 最後被上海公安處罰 引起網友議論紛紛 皇帝出巡的裝扮 也出現在上海街頭 不過這些裝扮 就被不開中共警察 包括核酸和皇帝裝扮的民眾 隨即被攔截 警方對萬聖節活動進行清場 拉起警戒線 禁止人群進入 並且用擴音器警告 任何未批准的聚集都是非法 據大陸澎湃網 31日晚報道 警方宣布 因為客流量過大 上海市據陸路158號酒吧 已經不再接待客人 實施只准出不准入的措施 同時地下鐵13號線 淮海中路站暫時封站 影片顯示 警方清場 包括扮豬盒的人士 在內的很多人 被警方驅趕 有人認為 上海的萬聖節 即Cosplay這個元素發揮 已經和西方傳統的萬聖節差異很大 不少網友評論 上海萬聖節表面是一場狂歡 背後是人民心裡的一塊箱 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裡 才敢拿出來宣洩 但是這次萬聖節 上海年輕人Cosplay 就挑戰了當局不少底線 包括影射白紙運動的A4白紙 貼在身上 扮演小熊維尼等 而官方傳媒《解放軍日報》的評論 就一反常態 反對抵制西洋節慶 作家鄧月文認為 軍報撐萬聖節 很可能得到上海當局授意 不過推特帳號立黨就分析指出 軍報反對抵制西洋節慶 大概也只是某些記者評論員的觀點 目前處於年輕人過節 沒有人管理的地步 但是不排除影響擴大之後 由今年聖誕節 或者明年起開始整頓 有學者分析指 李強是嚴格執行上海封城之後 升任總理的 因此要提防共產黨 洗出文革前的招數 等年輕人大明大放之後 再秋後算帳 在這方面 下級 降臨 下級 黑道 也有 在這方面 下級 下級